哈囉 大家好 草苗です 今天來介紹SS連動角質他們專屬兵裝的強化型態 以及他們整體艦隊的使用情況是如何 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看下去 首先看一下千耐 千耐就是在E3會空襲的傷害會增加 從206升到226 除此之外它的技能沒有太多的強化 原本的盾跟減傷功能其實都有 這邊沒有再做額外的強化 另外這邊裝備效果是自強化航空值8% 另外一方面就是它可以發動六花跟南夢的合體 召喚狂戰帝王古力特 另外一方面召喚這個東西之後 它自己本身的空襲CT會照跑 會這樣講就是前面六花跟南夢合體之後 它們會變成另外一個型態的合體機器人 就是古力特 另外自己本身的魚雷或主炮的CT 其實都會被吃掉 那這個後面我們再做祥坦 主要是它這個功能是它自己的空襲照跑 所以它的主要的輸出不會被打斷 好 接著我們看南夢 南夢這個技能是強化的那什麼光線 那個光線呢 從15機傷升級到50機傷 這個升級輸出很大 另外呢這個技能也強化 額外給它這個8%的減傷 所以在生存面在輸出面它都獲得一定的提升 好 再來看一下這個裝備效果 裝備效果是彈兜15秒後它自己會變成 那彈兜戰龍它自己一變成的瞬間 它也會發動這個雷射 再來18秒再次發動這個雷射 所以15-18秒它會先後發出兩道這個雷射出來 那另外這邊也是可以裝備這個裝武之後 可以跟六化進行合體 那在合體的過程中 當然它的主砲CD啊 或是其他這個技能CD都會被吃掉 那它的這個什麼光線 15秒跟18秒會推遲到變身結束後 再一併一起施放出來 所以你有不用擔心說這個技能的雷射被吃掉 傷害被吃掉 只是說會被推遲而已 好 接著我們看阿卡尼 阿卡尼就比較簡單暴力 這個主砲彈幕變成100% 從78%變成100% 那彈幕的威力也提升 從小子彈的這個高爆彈從35變成55 那最後一發大爆炸的穿甲彈 是從150升到200億 所以整體的這個道中BPS這樣是相當穩定 所以也提升了很多 另外那個裝備效果是 戰鬥後15秒召喚出這個雅力克西斯 那它會繼承所有阿卡尼的這個屬性 不管是火力啊 然後什麼迴避生命都會繼承 那它算是一個召喚型的啦 那它是一個穿甲彈 它這個射程算蠻遠的 再來中後排做游擊 然後它這個電擊 所以是要近距離的人 才能去做到電擊 所以你不要指望說 它可以幫忙去打前排 它算是一個遠程副砲的一個概念 那只能撈撈這個漏網之魚 那如果沒有漏網之魚 其實它就只能靠它的主砲 稍微去輕一點炸魚而已 所以我覺得它把它看成是 遠程的副砲技能 算是比較合理的 好再來六花 六花這個專武呢 就是一樣 它增強了它的古力特光線 那古力特光線 原本它就是三道嘛 如果你有裝備這個巨毯 跟這個專孔技的話 就是三道 威力有提升 中間那一道呢 就從25成到60 機傷很高 那另外這兩道呢 就是從20升到30 所以整體的這個光線 升級上算是很高 而且每20秒都會釋放 所以這個技能算是 很完美的做一個強化 那另外一方面 這個裝備的效果呢 它是一樣 直接增加自己的活力雷裝 這很可怕 15%很多耶 然後是永久性的 好另外就是 它可以召喚出這個古力特 變成15秒 那也是一樣 這個裝備啊武器屬性 都是繼承這個六花的 所以六花帶什麼裝備 然後屬性是多少 就是會直接繼承在這個古力特上面 那這個古力特一樣 它一變身 也會發動一個雷射 那雷射也是100x12的 也是無刺盾 然後支架就是跟南夢一樣 就是不管是什麼武器 還是什麼傷害 就是吃自己的這個裝備 好再來講講這個核鐵機制 只要是這個鮮賴啊 六花還有南夢 他們都裝備專武的時候 戰鬥3秒後會召喚出這個 寬障帝王古力特 主要是前排這兩個人會消失 那後面的前排還會繼續做空襲 那這個狂戰帝王古力特 它的整體性能 首先火力雷裝是吃這個六花的屬性 而且乘以3倍 所以大概火力來到600多 然後這個雷裝有1200多 很可怕 那剩下的 比如說裝甲 也是一樣都吃六花的吧 清甲然後裝填迴避對空 都是100%繼承 它血量是六花再加我們南夢的血量 綜合血量 所以加起來有1萬多 那一旦被打傷合體期間到解體為止 綜合的損傷會平均分配到這兩個人身上 但合體期間要是被打掛的話 兩個人都會同時GG 這點是要比較小心的 好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合體的過程中 好六花跟南夢武器是不會去吸地的 也就是說比較多是在這個六花 六花的魚雷是不會進入吸地的 所以解體完它才會從零開始在跑 那另外就是在合體期間 它們沒有對空砲 也沒有對潛的偷雷動作 所以在這15秒內 它的對空是空窗期 那反潛也是沒有做反潛的動作 那原本六花原本就會有對空砲 還有反潛因為它是清巡 那在合體過程中是不會出現防空跟對潛 這邊也是比較要注意的 好待會兒我們講一下這個狂彈帝王古力特拉的基本性能 它就是有主砲 一個高爆彈40x6的 然後攻速是3.56秒 其實整體來說算是一個重巡的輸出 然後它的副砲也是一個高爆彈 這個補陣也是蠻不錯的 算是有這個炮巡的水準 那另外這個魚雷呢 也是一個磁性魚雷 好200x4 然後這個合體過程中它會釋放 一旦合體瞬間它會放一個 然後10秒後再放一個 所以總共有8道的這個磁性魚雷 那合體的瞬間它也會放一個雷射 150x12HIT的一個雷射 那一旦就是整體15秒合體完 就大概進入第18秒 解除合體的這個瞬間 剛好南夢的這個什麼光線 也是會瞬間一起放 所以它會有兩道 一個15秒跟18秒延遲的這個 兩道什麼光線 然後本身這個六花 它自己的這個古力特光線 20秒的時候也會一起放 所以它這個瞬間 從15秒到20秒 這中間的過程中 整體的爆發力非常非常的高 你可以看到整個道中 都是他們的雷射 加上後排還有很多這個彈幕啊 雷射啊 全部覆蓋在一起 整體的這個道中火力 非常非常的高 好接著我們來聊聊到 這個整體艦隊的這個配置 首先如果要打13戰的話 那這個前排要放上這個對空裝備 後方的人大概要換上這個鬆餅劑 來增加整體的對空 那旗艦你可以放二彈幕 也可以放這個阿卡尼 其實都可以看你喜歡 那這樣大概13張應該不是問題 整體到中應該可以 基本上可以全清啊 但是蠻好用的 這個活力很高 那再來如果是塑造14張 14張有這個制爆件的問題 所以阿卡尼一定要站中間 一定要用它的腹跑來做輕雜魚的能力 那剩下的前排也要換上這個迴避爪 油壓度啊什麼的都要換上去 然後後面的這個航彈的輸出大概也要換成海大王蜂 算是比較快 然後對海的攻擊也比較快 然後副炮方面應該一定是阿卡尼用最好的這個副炮 然後戰艦有多好用多好 然後盡量是快 把它的彈幕打出來 剩下就是手抄了吧 一般14-1安海應該還OK 那如果說你14-2尾海要推的話呢 最好是用手動配合這個前推艇 手動也不是有多高難度的操作啦 大概就是躲對方的這個閃光彈 避免你這個迴避被打開來 好這個就是一般推10張比較基礎的這個攻略 然後剩下就配合你的這個彈幕輸出 還有前推艇的這個資源輸出 理論上道中要清完六戰 算是還蠻OK的 剩下就是你打王的這個強度了 那現在很多的這個額外的這個艦隊 都有跨艦隊的這個資源 所以現在要打14-2尾海 整體這個SS戰隊應該都還打得過 那如果說你要打到14-3或14-10 應該就很困難了 因為我說他們本體這個合體的過程中 不會有對潛也不會有對空 所以你在沒有對潛的情況下 你會加大整體那個推關的難度 你勢必要換上另外一隻驅逐艦來幫你做反潛 那前排也會有一定的這個生存壓力 你可能後面還要放一隻什麼獨角獸 來幫忙回血 所以你要換獨角獸要換驅逐艦的話 整體這個SS艦隊已經蕩然無存了 已經不算是整體完美的連隊了 所以這樣就是東拆西拆 你還不如組其他的隊伍來推後面 14-3、14-4 所以整體來說 這個SS艦隊其實跟萊莎差不多 他們最多就是14-2 那另外一方面他們如果拿去打這個大使劍 應該倒中也是綽綽有餘的 好雖然說這個SS連動隊跟萊莎隊 其實在大使劍推的這個效率其實都差不多 那那何不把他們都湊在一起呢 現在如果你要把兩隊湊在一起的話 應該可以湊成像是這樣的結果 首先但是千奈跟南夢溜瓦是要合體嗎 這個綁跑不掉 那Claudia跟萊莎也是要綁在一起的 一個是他們兩個這個回復力啊 還有這個速度是最頂尖的 那後面你要放二代目也好 你要放這個阿卡內也好 你要放其他的連動角都可以 這個是比較靈活的 主要是前面三個被綁定 然後Claudia跟萊莎是綁定 後面第三個人就看你喜歡放誰了 那整體這個效果清起來是非常非常的快 因為有預裝點也有補血 大部分都有補血 然後喝體 然後這個瞬間火力 整個人這個道中速度是非常非常爆表 快的話15秒就結束了 那了不起20秒25秒 道中就結束了 所以你要打這個高南海域 比如說LV6的那個其實也是打得輕輕鬆鬆 你不用擔心他被打到殘血 因為很多回復技能 這個基本上這個隊還不錯 如果你沒有萊莎隊的話 你也可以配合這個生死可鬥 後面放一個蘆納 前面放一個瑪麗 其實他們在整體的道中火力也是相當的高的 好這邊稍微來做一下總結 首先這個SS隊呢 其實跟我們的萊莎隊是差不多 他們就是火力輸出型的 爆發很高 所以大概打到中非常非常的快 那13張基本上是不用說是碾壓的 那大概也只能打到14-2 因為反潛的關係 他們沒辦法上到14-3 如果你真的要去推14-3 可能要再另外組這個驅逐隊 反潛隊來做這個推官的動作 那在大世界來說 他們整體的這個清雜眼能力也很好 那你把SS隊跟萊莎隊合在一起的話 那整個火力更是爆表 所以不管在生存方面 在這個輸出方面都是非常好用的 以上是這一次這個SS連動 好的這個隊伍分析 那希望能幫助你 我是草莎六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